大家好,今天飞到老江,发现我家的梅豆已经干枯了 里面长了很多橙子,这个橙子非常好吃 在某网上都买的很贵,今天我去弄点来吃 拿了一把刀,一个碗 好多大城市的人可能都没吃过这个橙子 今天呢,我就带大家去认识一下这个橙子 就在前面,我们过去看一下 这就是我家种的梅豆 这个梅豆都已经干枯了,大家看一下,叶子都已经干枯了 这里有好多橙子,这个橙子非常美味 一般是长在这里面,来过来可以过来看一下 这个里面有很多这个虫子,这个虫子用油炸非常好吃 不知道看视频的网友有没有吃过 等下我弄点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看看有没有看视频的网友,有没有吃过这个虫子 这个虫子要在冬天才有,要到12月份才有 就是这个季节才有,不是每个季节都有 一般是长在这里面,这里面鼓起来 这里面可能有很多虫子 这个虫子非常好吃 我们今天弄点下来 现在我就砍一点下来 好多这个虫子拉住了,不好弄 已经弄了两个了 这里还有一个 我闻一下吧 哇,这个刀不鞋了,我看 这个有没有虫子,这个没看见 一般是,这个竹子里面比较多,看一下这个竹子里面有没有 搬开来看一下 我搬过来看一下 哇,就是这个虫子 这个虫子非常好吃,非常美味 这里有很多 这个是邻居家的 我问了一下它,它说我要就过来弄 这里还有一个 这里还有一个 这个非常多虫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有洞,肯定是有虫子的 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小洞里面肯定藏着有这个虫子 不过这个我们就不要去弄了 等下我把这些不要的这种都砍下来 里面很多虫子 外面有点难 拿到家里来弄 现在我们就开始弄这个虫子 这里面有一个包包,包包里面就有的 我拨开来给网友们看一下 就是这种虫子 这种虫子用油渣 非常好吃 这种在某网上就是这个带根的 要买几十块钱一斤 如果刚刚这个虫子的话 要买到四五百块钱一斤 现在我拨开来 太多虫子了 现在已经弄得差不多了 发现有两只这个虫子 这个虫子 看来看这个虫子有什么物童吗 这个虫子也是从这里挖出来的 这个也是从这里挖出来的 这个应该是这里 这个变过去的 我也不知道它怎么变过去的 这个虫子非常好吃 这么多才挖了这么一点点 男的这个带根的 要买几十块钱一斤 刚这个的话要买好几百块钱一斤 在你们老家有没有这个虫子 在你们老家弄到这个虫子 要买多少钱一斤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这样 那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